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下半步远了 今天真的是我 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塞车 其实我刚刚大概 二十几分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港前路上 然后就卡死 然后就整个车阵动不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么卡 好像也不是什么交通事故 反正就是整个卡死 所以不好意思今天 今天又大迟到 对不起 好那我们今天来谈的是 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份民调 然后说这个国民党的支持度呢 又再度下跌了4% 那大概流失了 大概将近80万的 这个选民的一个支持度 那民进党的支持度 大概还是维持在30%左右 那这跟过去一年来的 每次民调是差不多的 那民众党跟时代力量 大概也都是 就是其实除了国民党下跌4% 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数字以外 其他包括民进党在内 大概都下降 1%左右 那基本上都 这个都还算在误差范围内 但是4%这个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现在国民党的支持度大概是 大概只有15%多吧 民进党大概30% 那民众党大概12%吧 那对时代力量跟基金党就不谈了 不过基金党竟然稍微增加了一点点 可能是因为之前那个罢免陈伯维那一仗吧 整个基金党可能声势稍微有点 但是基金党整体来说还是很低啊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太讨论 OK 好 那我有看到网友留言啊 说这个唱衰中国国民党对大家有好处吗 哎你有搞清楚 我没有在唱衰 我们讲的是一个很 很很实际的这个民调这个数字 那我们来谈一下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及你2022年的选战怎么打 然后也有网友说 想要知道刑事告发 徐永辉案的检方侦办进驻为何了 零零 完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在公投期间 我那时候去北检告发 然后对他们有收件 然后给我一张那个签收单这样子 然后就没有啦 就没有下文啦 那当然北检如果是要去传唤徐永辉 他也不一定会让我知道啦 但是目前我们完全没有听说这样子的消息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北检可能就搁着吧 所以我记得好像两三次前的直播吧 我记得我讲过 就是呃 瓜吉跟苗伯雅 来你们两位议员 你们当时在辩论台上 你们信誓旦旦的说 哎这个黄修胡说八道啊 对不对 这个你要去告发 要去调查核四的弊案 跟核四重启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你现在黄修也可以去告发 我去北检告发 这是一回事 北检要不要办 是另外一回事 那大家都知道北检这几年 其实还蛮扯的吧 所以就 我觉得他也是政治办案啦 那他们真的会办徐永辉吗 我看不出来 我目前看不出来 至少我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 而倒是徐永辉要升台电核能系统的副总 这个消息倒是传的蛮盛的 对所以就他应该会接 因为那个现在那个副总 简福天应该也快退了啦 那他退下来之后 应该就是徐永辉要升上去啊 好顺带一提 当时那个核四在做 核四在做那个视频转测试的时候 徐永辉是模拟中心主任嘛 那简福天就是当时的核能处的处长 对那现在后来 后来就变成徐永辉 这个接核能处的处长 那简福天是核能系统的副总 那现在看起来可能简福天 可能要退休了 或者是又安插到 什么国营企业去当董事长 或是什么子宫 国营企业 台电转投资的子宫是什么 去当董事长吗 我不知道 反正就 徐永辉要升官了 大概是这样子 OK 好 那 哎呀这位网友说什么 不要老说国民党支持度下滑 在唱衰国民党 民进党无良党 尽做令人厌恶的事支持度不下滑吗 我再强调一次 国民党支持度下滑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民调的数字 这是一个事实 这不叫畅衰 那你问说民进党无良党 尽做令人厌恶的事支持度不下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民调做出来 他没有掉 就这样子啊 我们只是讲一个事实嘛 对不对 那有人问说什么 重启核四公投挫败 立院朝野决议 今年开始核四的报废作业 我觉得这很可以啊 因为这笔资产本来就要处理 我在好几年前我就已经呼吁了 核四这笔投资 目前是算在台电的资产 但是在国际的会计准则上 如果这笔资产 他未来是几乎不可能收益的情况下 那你必须要办理资产减损的认定 那你资产减损的认定是一次性的 所以你这个核四建厂成本3000亿啊 你要一次打掉 你就算说有一些设备可以变卖 那个很少 那个了不起一两百亿 那个没有很多 他把他就是现在经济部 他为了不让台电破产 他现在放风声说什么 那可以在什么电网电路啊 气轮机啊 反应炉啊 没有 那个东西是很难卖的 讲难听点 搞不好是用那种论金称两卖的 好像跟破铜烂铁一样 那东西很难卖 整座厂花3000亿 能够真的变卖转卖的了不起 可能一两百亿吧 所以大概还是3000亿规模的这个呆账 那你是要把它打掉做资产减损 台电的亏损 就会超过他的资本额 目前台电的资产是一兆多嘛 然后他的负债也是一兆多 所以你核四这一笔的资产减损 一认列下去 那台电就会破产 就会破产 那那一兆多的资产呢 跟一兆多的债权 那都是财团的 就会被 就会被瓜分 台电旗下的火力电厂 被瓜分给财团 那过去台电可以赔本卖电 可以配合空屋降载 但是财团接管的火力电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那是后面的事情啦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你就会计上来 既然过去几年 那时候蔡政府一再的宣示 核四重挤不可能 然后也要贯彻费合家务员2025年这个政策 我记得我有一年还去参加台电的股东会 有那个台电的朋友 把那个股票转让给我 因为他们台电的股票 虽然是没有公开上市上柜 可是呢 因为他们早年这些 就是有配股给台电的员工 那这些股份呢 是可以在交易所交易的 就是你要零柜半 你没有办法去公开上市上柜 你要去办这个转移股份的 所以台电股票还是可以交易的 只是说他没有上市 那我后来就有一个朋友 他就去收购了这些台电的股票 然后就是转让给我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获利的空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电已经亏损十几年了 所以台电第一个他不会发股利 第二个台电的股票不会增值 所以我这个朋友纯粹就是买爽的 然后把这个股票呢 转让给我 然后我去开台电的股东会 当时在开电的股东会上 我就提出说 是不是要来认练那个资产减损 我甚至把那个国际会计准则的第几条 全部都背给你听 然后台上的那个会计师就 就有点 反正就是他不知道该讲还是不该讲 反正就是申请有点诡异 就是对 就是说我们听到 那我们会做这样 类似这样的处理这样子 结果隔年呢 我记得那应该是18年的事情吧 隔年呢 我的股东大会通知单就很神奇的寄丢了 就很神奇的寄丢了 我是看到报纸才知道说 今年台电股东会开完啦 我怎么都没有收到通知呢 那我后来我有问一下台电内部 他说 就是上面应该是故意寄丢的这样子 就是不要让黄修才去股东大会踢馆 因为真的很难看 因为那时候18年那一次我们有上新闻 我就当场去电那个台电的会计处 跟台电的那个会计师事务所 委任的那个会计师事务所 我就说你们如果不处理这个 我就去会计师公会举报你们 你们根本不照着国际会计准则来 你们是公然的违法 那到时候我就看你们的 因为他们也是四大的吧 现在是换什么 现在换情业重信是不是 你们也是四大的事务所啊 对不对 我就去举报你们啊 看你们吃不吃得起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怕了 然后但其实他们都知道 因为我后来看那个 情业的那个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 他其实有很委婉的提醒说 龙门电厂这笔资产要做处理 他其实有提到 大概只有一两行之 但是内行人你看就知道 其实会计师事务所是有看到的 而且他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但他没有办法讲得很明白 这是18年发生的事情 然后19年那时候股东会我就没有去嘛 我的通知单被寄丢了 我是看报纸才知道 所以这一次这个 我知道好像是赖斯堡提案嘛 国民党立委赖斯堡提案的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动作其实很好的 因为本来你就要面对这件事情 那之前经济部长史农金在当 还在当部长 他现在是副院长嘛 当时还在当部长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个什么 什么分年瘫痪啊 什么分20年还分40年的什么的 那个就是违法 那个是违法 违反国际会计准则 那时候我条文都列出来 我就还写过一篇文章 投书 那反正就是拖了两三年 这件事情没有人要理 因为不敢理 因为你一旦理了 如果真的照我说的 真的去做资产减损 按照会计准则 台电会直接破产 台电会直接破产 那怎么办呢 那你还是得处理啊 对不对 你不能放着那个违法状态 一直下去嘛 你要嘛就编一个特别预算 你再编个他妈三千亿 对不对 你再编个三千亿 去补这个台电的亏损 但是你立法院过啊 那你立法院 你至少做这个决议嘛 对不对 你拿国库的钱出来补嘛 拿纳税人群出来补嘛 三千亿扔下去嘛 对不对 反正你们不是不要 从几何事嘛 对不对 你在怕什么 对我都已经提醒你们三年了 三年 你们要什么 搞三年又三年嘛 你要等到哪一年啊 那不然就什么 发行什么公司债什么的 可是你的那个 你现在的那个 发行的台电公司债 已经一兆多了 那如果你再发行 你必须要先做增资 否划你那个资本额 撑不住 就我刚刚说的 你的亏损超过 你的那个负债超过资产 那不能够操作你的资本的 所以如果你还要再发 公司债 再提升更多的欠债 那你的资产就必须要提升 那你台电必须要办增资 你要嘛 就是你资产要办 要增加 那台电现在没有办法去 跟人家征收什么资产来嘛 对不对 难道说 你叫中有无偿的捐个三千亿的资产给台电吗 不可能不能这样做 那如果在资产不能增加的情况下 你就能够只能去增加资本额 就是我登记的资本额可以增加 办增资 但办增资的部分还是回到 那你这笔钱哪里来 你办增资的钱哪里来 那你是不是还是要去借 所以你可能就要发行 反正就是以债养债 这个东西跑不掉 你要嘛就是国家编特别预算 要嘛就是台电自己以债养债 看怎么去瞧 但是钱不会凭空生出来 有一些会计做账的技巧 搬来搬去 或许可以凹过去 但是钱还是不会凭空生出来 呆账就是在那里 亏损就是在那里 负债就是在那里 所以你怎么办呢 那你政府必须特别预算 那就是我们人民纳税钱 台电目前的预算都是自筹 虽然说它是国营事业 所以它的预算使用审议 必须要过立法院 可是那是都是一个追认 那都是追认 真正国库是没有出钱的 那只有在台电公司当年 这个几十年前成立的那个时候 政府有出钱 但之后台电的 这个相关的经费 都是自筹 预算都是自筹的 甚至如果你过去早年 那时候台电的盈余还比较高 超过6%的 你还要 还超过12% 要上缴 超过12%要上缴 那是有规定 那时候台电的获利 可能有时候 那时候经济起飞的年代 可以到20%以上 因为那时候大家就会用电 那超过12%的部分 要上缴国库 上缴国库 但后来就进入到了 最近十几年 台电都是亏损 所以你看没有办法鼓励 股票也不会增值 对不对 那更不可能上缴国库 自己都亏损了 还是上缴国库 所以不可能 所以就 就钱不会凭空生出来了 是老话一举 所以我认为说 朝野决议去 去追这个 核四的这个预算 这笔资产认定 做报废的处理 你可以 我就是逼民想去做 那为什么我们敢这样喊呢 因为立法院的这个决议 立法院这个决议呢 其实是没有强制力的啦 就是说起很好笑 就是新闻报道很大 但大家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说 这个这个立法院的决议 到底是他的效力在哪里 立法院决议有几种 一种是经济委员 不是那委员会 就是在神运算的各个委员会的 应该叫什么 附带决议 那叫附带决议 那附带决议是完全没有强制力的 甚至你在院会都不需要拿出来审 就只是一个做个笔记这样子 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没有了 就没有任何的效力 没有任何的效力 那如果是立法院院会做的决议 才有一定的效力 但是这个一定的效力 如果你真的要去追究的话 其实行政部门不做 还真的不会怎么样 就是 就是你知道 我们现在的民主的制度 要建立在大家都守规矩的情况下 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 都一个前提 就是大家要守规矩 大家互相尊重 这是一个权力制衡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就摆明了 我就不要照规则做 那偏偏这一条又没有罚则 因为当初当年 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宪法 或是我们的其他的法律 当时在定的就没有想到说 哇行政部门可以这么的无耻 那可能早年那些立法者 还真的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这么专制的一个政党 假着民主之民 干这种无耻的事情 所以没有罚则 所以行政部门不做 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我是觉得 说什么这个朝野决议 第一开始这个核四的报废作业 可以啊 你就是逼行政部门面对嘛 对不对 你要嘛就去发公司 再要嘛去编特别预算 要特别预算 再丢回到立法院去审 很好啊 让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 看看你们当时 这个不出来投票 这个后果多严重 大家一起背债 对不对 大家一起背债 背空屋 对不对 拿出你的金钱 跟拿出你的生命 不是就是如此 所以看 我是觉得说 至少立法院做这个动作很好 该面对的要面对 那行政部门 我还是觉得他不敢做了 因为我说那个决议 其实没有什么强制力 只是在政治上来说 我觉得就 就逼你行政部门 至少做一个 做一些动作吧 做一些动作 那 好 有人说核四要重启 已经无望了 也不定 就是技术上来说 核四还是可以重启 但是政治上来说 除非政党轮替 对 那你现在看得到 政党轮替的希望 目前 目前好像还看不太到 我也没办法 对 民进党不敢 我觉得 因为那次真的台电会破产 那如果你要编 特别预算 你就赶快编 反正你之前那个 前瞻基础建设 8800亿 你不是照编吗 对不对 那 你们核四编个3000亿 至少让这件事情 要拿出来被讨论 大家看看 废核四的代价有多大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不去面对这个代价 那没有面对代价 你不要做什么选择 你的选择是不负责任的 对不对 有人在问说 为什么我不选议员或立委呢 因为我懒 因为我累死了 我说过很多次 我婉拒过不分区立委 跟区立委 我都婉拒了 我拒绝过很多次了 如果要当立委 我早就是立委了 但是我就是不想 我当过幕僚 所以我知道说 从政的生活很累 所以我身体又没有很好 所以就 我觉得性格不适合 能力当然没问题 能力我也不会演 这也不是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但是性格上 我觉得 我觉得那样的生活 应该怎么说 我觉得我不适合那样的生活 性格上不适合 因为刚好前 上周 上周我们有一个朋友聚餐 然后有一位朋友 又再度问我这个问题 然后就问我说 就是师兄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当立委 或怎么样的 比较稳固一点 然后也有一些话语权之类的 我说 我是觉得说不适合 就是能力不是问题 但是性格上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 从政这太累了 太累了 你想想看 我现在光是跟整个国家 继续做对抗 然后去帮 比如说帮国民党 帮民众党 建议一些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 他们干的事情 真的是有点笨 所以我知道 帮他们建议 就说你们应该这样 这样做 帮他们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 来问我意见 我都会给他们帮忙 光是这样 我就觉得 我已经操心到 非常的劳累了 我心已累 如果说我真的从政了 我真的当上立委 我变成说 24小时365天 都要跟 跟某一些 普通共打交道 不是说所有 有些立委 也是蛮优秀的 但是我就觉得 有一些党内的 还是有一些包袱 你要去沟通 你要去协商 如果说对方也是聪明人 也是民理人 愿意做事 我觉得沟通起来 会很畅快 偏偏政治不是 社会也不是 这个社会上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 行行的人 因为不可以色色 所以是行行的人 对好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 那有一些人 好沟通 有些人难沟通 但是他又不是敌人 他是自己人的 这种情况下 那就很累啊 对 我是非常非常不擅长 处理这种 这种人际沟通的事情 我是喜欢专注 做一件事情 对 某个程度上来说 就 对 我是觉得说我不适合啦 对 对啊 我知道很多 很多民众 蓝营的 甚至是国民党的基层的党员的 是有一些挫折感啦 我也是知道 我这点也是都看着啦 但其实我还是要强调 还是有人在 在努力着 还是有人在努力的 所以我们也在体制外努力着 你懂我意思吗 有人在体制内在努力 他们没有放弃 那虽然说可能国民党的民调低 然后可能政党轮替 看起来好像 至少还看不到曙光 然后现在眼前这个2022这一关呢 也很难打 都不知道还打不打得过 可是至少有人在努力 那我觉得很好 那我们在体制外 我们也有相应的努力 对吧 本来就这样子嘛 你政治这个东西 你不是说 要坐在某个位置上 怎样做事啊 对不对 是你要先做事 然后你再去看说 你能够做什么 能够发挥多少影响力 那至于那些位置嘛 如果你不缺我不缺 那就让其他更适合的人 进去做那个位置 性格上合适 然后能力上也可胜任的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啦 对啊 民众是健忘的 对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民进党干了这些事情 但是他的支持率 就是不会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台湾社会 就是这个样子啊 民众就是健忘的 好 那我们就回来讲 就是这份民调 我稍微看了一下 那 这份民调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就是绝大多数的政党 包括民进党在内 其实都是下滑 或者说没有上升 就大概下滑一% 那一% 我觉得这里不算下滑啦 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误差范围 那国民党下滑了4% 这是比较显著的 可是中间选民的比例就提升了 所以代表说 这一些 这一些是对国民党失望 而在民调中 不愿意表态他支持国民党 他过去是支持国民党的 可是这些人呢 可能进来国民党表现 对他来说很失望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就不想表态了 不想表态支持国民党的 但这些人 他们没有去转向支持民进党 那中间选民 也没有转向支持民进党 所以 现在处于一个很 很奇怪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说民进党干了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他没有升也没有降 民进党干了一大堆大内宣 花了几亿的预算去做大内宣 可是他的支持度其实也没有升 就是大家都现在都困在同温层里面 只是说国民党的同温层变薄了 而其他党都困在同温层里面 所以这是两面 这是两面的 我再讲一次 你以民进党来说 他的同温层非常的稳固 有30% 当然30%真正会出门投票的 没有那么多 可能只有20%几而已 20出头 但是至少在民调上愿意表态 支持民进党的 有30% 那这30%是还蛮铁的 就是就算民进党干了这些 这些很糟糕的事情 他们觉得说 没关系 我可以接受 我这样支持民进党 他们愿意表态 这是30% 但是中间选民的部分 原本也是35%左右 比民进党的基本蛮高一些 但是这35%的中间选民呢 他们就是 我觉得比较像是冷感冷漠 就是民进党干了这些事情 很糟糕 所以我不会去表态支持民进党 可是你说 我要去表态支持别的党吗 倒也没有 所以现在中间选民 就是处在一个很冷漠的状态 那他本来就不支持民进党 他本来在过去几次民调 一年内的民调都是这样 他本来就没有支持民调 他也觉得民进党干的不好 可是呢没有干的好的政党 能够让他表态支持 这是中间选民的状态 那蓝营支持者的状态呢 过去他们表态支持国民党 可是在这一次的民调中呢 他们下跌了4% 他们不愿意再表态支持 他们游离到了中间选民这一块 现在跟中间选民这一块混在一起 但是这一小块跟原本那些中间选民那一大块 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的 你在解读这份民调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认清这一点 那一小块就是流失的 姑且还是算泛蓝支持者 泛蓝支持者 他们现在不愿意表态自己是蓝的 他们说自己是中间选民 但是他们也是一样处于一个状态 就是他们不会去表态支持绿的 就原本那三十几%的中间选民 或许哪一天民进党干得好 或许他也会去投民进党 可是呢这一批游离的 他们不至于去投民进党 但是他们也觉得说 现在没有一个政党干得好 所以你看民众党的支持度也没有上升 国民党的反而下滑了 然后时代力量跟激进党这些比较绿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所以现在比较是处于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其实反而是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冷漠跟挫折感 冷漠跟挫折 大块的中间选民是冷漠 就是不理了 反正你们蓝绿怎么吵 跟我没关系 我甚至不投了 对不对 这其实很糟糕 因为你不投票 你就会让那些糟糕的人 主导政治 主导你的生活 但是对啊 你不投票 投票不是你的义务 在我国 我国投票并不是一个义务 不像澳洲 澳洲投票是义务 你如果当天有事不能投票 你要事先申请 否划会被罚款的 那在我国投票不是义务 所以我觉得我也没办法讲什么 因为我也就是有朋友 真的是他 从有投票权以来 30年的时间 他真的没有去投过一次票 他还是会关心一些社会时事 但是他就觉得说 他不需要投票 这我们也尊重 这也是一种人 但是你要很清楚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所以冷漠 无感 这是中间选民 原本的铁中间选民 那另外一块就是由国民党流失的这些蓝音质 他是属于挫败 他觉得他不想要再表态支持国民党 但是他也找不到其他党可以表态 反正就是姑且观望 姑且观望 或许等到下一个 国民党的一个有魅力的政治领袖出现 那至于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 目前看不到 目前台面上几个也都是老面孔 老面孔 所以不知道 那最麻烦的问题在于说 大家都困在各自的同温层里面 大家都困在各自的同温层里面 不交流 就甚至你去看看敌方在干什么 你们都不愿意 我觉得这很糟糕 就是你看领养网军 他们是很厉害 他们在做禽兽 他们会实时的关注蓝营的动态 你要注意到蓝营跟绿营的支持者 尤其是那种网军的 他们的生态跟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是会去实时关注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国民党的支持者 蓝营的支持者 在干什么 有没有什么把柄 出了什么包 随时的去反应动作 那蓝的这一边呢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天性使然吧 还是什么样 反正就是蓝营支持者的生态 他现在变得 他们甚至也不关心国民党在干什么 那更不要谈说去关心民进党在干什么 那更再不要谈说去关心民进党的网军在干什么 好了 那我觉得说这个关心对方网军在干什么 这件事情 可能稍微超出一般这个蓝营支持者这个范围 但是你连你原本支持的党在干什么 就是他们常常都嘴巴上说 国民党什么都没做 这个都没做 都没有看到国民党在做事 我觉得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困惑 因为确实国民党可能做的不够多 不够好 这我们都会看在眼里 对不对 我们该骂也骂 可是我们会知道说 国民党他至少做了什么 少数那些他他有他其实有做一些事情 他在立法院发生了什么 他们在监督哪一些法案 党下的哪一些预算 民进党乱编服编的 他们成功的党下 他们其实还是有在做一些事情 但是蓝营支持者自己不理 然后整天骂说国民党不做事 对不对 国民党做了什么 你自己不关心 那他们做再多 我不敢说他们做到 当然不可能一百分 他们当然也没有做到一百分 他们没有做到八九十分 也没有 但他们至少有做到六七十分 但是在某一些蓝营支持者的眼中 他们看不到 他们不去看 他们不去看自己支持的党 也不去看自己反对的党 我觉得这才是最致命的原因 过去很多时候 尤其是之前 包括像是党主席选举 然后到罢免 然后到补选跟公投 这一连串下来 一连串下来 我们看到很多的蓝营支持者 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 因为这确实也不算是你的义务 因为我刚刚说的 我有朋友就是那种 三十多年来 自从有投票权以来 三十年来 对投票是完全能感 但他还是会关心一些时事 他还是会稍微看一下 说蓝绿两大党在做什么 但他只是说 他个人的原则是他不去投票 他觉得就是随便都没差 两个烂归烂 但是对他 他对他来说 真的哪一党执政都没差 对他来说 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不需要特别去投票 他又很想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可是很多的蓝营支持者 对我看到有网友留言 蓝营的支持者习惯性的被动 接受资讯 这个很糟糕 因为给对手很多机会做故事 所以过去几次 我们从党主席 从罢免 从补选 从公投 我看到包括我在内 还有很多的这些 媒体的媒体人 然后评论员什么的 大家都在检讨 检讨 国民党 哪个地方做的不好 什么东西没有做 等等的 可是 好像很少人去谈 这一块 就是蓝营支持者的生态 蓝营支持者的生态 那当然我们 我们没有那个 我们没有那个资格 去骂支持者 说你们这么那么冷漠 因为我强调了 这不是他们的义务 这不是他们的义务 选择冷漠也是他们的权利 大家要搞清楚 但是以客观大局来说 这样子就会让对手 不断的壮大 你甚至连对手在干什么 你们都不知道 那有一些蓝营支持者就说 国民党要去做一些攻击 对不对 要去监督他们 要去批判他们 要多做图文 懒人包 要多拍影片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家选区的 或是你家县市的 是不是国民党执政 如果是 如果是 你有没有去看 你们家选区的 立委 议员 县市长 他们的脸书 每一天在干什么 他们为 这个县市做了什么 为这个选区做了什么 或者在立法院 为整个国家 做了什么 监督了哪些预算 推动哪些法案 你有没有去看 你搞不好连脸书都没有订阅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家的选区 很不巧 不是国民党 只是民进党执政的 但是你是蓝的 这个人在朝 迎新在汉 好 那你有没有去关注 你们 那一个县市 其他的国民党的人物 一定有 每个县市都有 就算当时 他们在地方 并没有执政 可是他们 还是有在地方上活动 对不对 或者你们去关心 这个国民党中央 或者说国民党那些大咖的 全国籍那些政治人物 在讲什么 你有没有去关心 好 有一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都没有的话 你连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你都没有追踪 他们就算做了那些什么 你所谓的懒人包 图卡 写文章 剪影片 就算他们做了 你看不到啊 对不对 你就住在家里嘛 你把自己封闭起来 那你永远都看不到啊 然后你就一直觉得说 国民党完全没有做事 国民党甚至没有存在感 因为你也没有去 感知这个社会 在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还是要 虽然讲的可能 有点不太好听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这仍然是你的选择 这仍然是你的选择 这永远是你的权利 选择冷漠 也是一种权利 我可能跟 有一些 有来营的支持者 比较 这个 比较 这个 投入的 比较热衷的 可能不太一样 有些人觉得说 这样很不应该啊 对不对 我们就要多关心啊 要集结起来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集结起来 看看自己人做什么 看看对手做什么 但是呢 因为我自己是搞社群 搞公共倡议出身的 我们这种搞社群的 搞NGO的 我们强调一个东西叫自发性 叫自发性 所有人都是自愿自发的 投入这一个公共的事务 我从来不逼人做事 因为那不是你的义务 那如果你选择加入 那都是你自愿自发的 那很好 我们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 所以在这个观点上 我当然会希望更多人 能够投入这些公共事务 也不一定是蓝绿 两大政党这些东西 你如果真的都不关心国民党 不关心民进党 可以啊 那你能不能关心 这些社会的事件 关心这些民进的需求 以自己 以自己的角色 比如像我 我没有加入任何的政党 对不对 我在看事情 我在做事情的时候 我也不是用国民党的角度去看 我是用我自己的角度 去思考 我能做什么 我该做什么 我如何做 我怎么做 我是用我个人的观点 去思考 然后去行动 那我也希望更多人 能够像我这样子 你们不需要选边站 不需要站队 站队说 我一定要是支持国民党 或支持民进党 才能做什么 没有这种事情 你要不要做 那是就是一句话 就是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行动 那有人说 这个国民党 做事的很多 但党中央真的不清楚了 所以 如果连知识的就这样觉得 中间选民更是无感甚至业务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问题 那问题在哪里 机会就在哪里 所以过去我们包括在 推动公投的期间 我们就一直在强调说 大家要帮我一个忙 也是帮自己一个忙 就是你要把这些资讯给传播出去 你自己就是一个自媒体 你自己就是一个倡议者 你支持这个议题 你会投同意票 很好 感谢你 但不够 你也必须要化身一个节点 去主动的去传播这件事情 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这样你才有办法去改变一些社会 改变这个事情 所以国民党党中央 因为这位朋友讲得很好 国民党做事的其实也很多 是有的 其实我都有看到 我也认识国民党一些朋友 他们是真的很正正在做 努力的去跟这些民进党 这种阿拔的行为去对抗 然后还要接受这些 塔律班的这些攻击 然后想办法要反击 对不对 他们在第一线跟塔律班作战 但是你们伸援了吗 对不对 我知道很多人有去伸援 但是是所有人吗 对不对 那你们还要把这个东西带出去 告诉他说 这个社会 这个政党 在野党阵营 还是有人在做事 那些不做事的 我们就不理他了 我们也连骂都懒 我们不理他了 但至少我们把那些能做事 有在做事的推出去嘛 推给更多人知道嘛 是不是 就是就像你在追演艺圈 你看到一个新人歌手 他现在可能默默无名 可是他唱的真的很好 非常非常有才华 非常优秀 可是他现在 频道的订阅只有 只有1000个 对不对 可是你觉得说 这个孩子一定会红 我一定要推他 而且我真的要单推 对不对 你就要去转贴 去分享 然后去写文章 写评论 告诉他说 这个人很有才华 对不对 两年内闭火 对不对 推他 把它推给更多人知道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而且这种东西又不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买一颗苹果 对不对 我切成一半 一半给你 那我就自己就只能吃一半 不会 它等于像是一个 可以无限的复制拷贝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让更多人知道 就像网络节目也是一样 对不对 我把它转传出去 我自己还是看得到 你看得到 我也看得到 我让更多人看得到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是必须要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动起来的 去推广 让这个好人 好事 好东西 让更多人 去分享 好 所以 自己先动起来 就是 我知道 我自己是做NGO出身的 我是 我不太喜欢去 如果我从来不逼人做事 反过来说 你也不要逼我做事 对 我觉得大家都是 我是一个契约主义者 那 契约这种东西就是讲双方合议 对不对 你有你的条件 我有我的条件 对 我们可以谈 双方合议 OK 那这个契约就成立了 我们就够 我们就开始做事 但是如果你要强逼我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条件不合 我没有义务答应你 那你不能够强迫我 就这么简单 那我也相对的 我也不会强迫你做任何的事情 包括像我看我之前做公投 然后主持广播什么的 或者跟大家分享说 我觉得 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 但是我不会逼你 一定要去做 我也不会说 就是因为你不做这个 你就是碎人 你就是因为你才输的 你就是一个租队友 没有 你注意到我从来我不讲这件事情 包括甚至像 这一次的这个四大公投 都没过关 都没有过 我们当然觉得很可惜 可是我们看一看发现说 同意票跟不同意票 都没有过25%的门槛 民进党花了几亿 那吹出来的不同意票 也才这样子 差不多 1比1 都是蓝绿基本盘 那你说那些冷漠的 那些中间选民不出来投 那不出来就不出来啊 对 就是因为脱攻大选 而公投 没有过 没有办法过 不能过 这是一个必然 那中间选民不出门投票 是一个原因 但是中间选民并不需要为此 这个不出门投票的行为 负起责任 但中间选民需要跟所有人一起付出代价 你懂吗 这个是有点微妙的差别 我再讲一次 这一次你不出来投票 这是你的自由 这是你的选择 你不需要为你不出门投票 而导致公投没有过 或者反过来 如果你是反对的 你是不同意方 但你也没出来投 所以你也看到了 不同意也没有过门槛 这其实很难看 所以不管如何 你个人的立场是支持或反对 都可以 你这一次选择不投票 这是你的选择 这是你的权利 你不需要为你不投票这个行为 负任何的责任 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不是你的义务 OK 你可以选择放弃 或是你主动有意识的选择 我行使不投票的权利 这是一个主动意识的行使 OK 完全的尊重你 可是你在不投票这个行为上 你不需要负责任 可是 这一个公投没有通过的结果 会导致所有人一起付出代价 包括缺电 包括涨价 包括空污 包括食安 等等等等的 是共同人 所有人共同付出 共同付出承担代价 搞清楚这两件事差别了 所以我同意啊 就是 就是现在台湾对于社会公众事务 投入人还是太少 那 网友说什么 这也反映出台湾教育 让人习惯被动接受资讯 自己很少去思考 一半 我觉得一半 就是对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回事 没有错 可是 我觉得这个理由并不够 它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因为大家想想看 可能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不用讲那么久了 2014年那时候太阳花学运 对不对 大家反对马政府 反对福茂 反对ECFA 等等的 那时候大家多关心社会事务啊 对不对 还不只是福茂 ECFA 太阳花 那个时候各个 各式各样的社运 环运 环保生态的 风起云涌啊 对不对 哇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公共事务啊 当然其中超过一半 都是民进党扶植的打手 要夺权 这个也是事实 但是在那个年代 还是有一些社运团体 环保团体 是真的为了那一些议题 而站上街头去奋斗的 真的有 真的有 可能比例比较低 大多数都是民进党养的狗 但是真心为社运付出的 还是有 还是存在的 但是这几年呢 没有了 那你想想看 2014年那个年代 那个距今已经八年了 八年前那个年代 八年前那个年代受的教育 其实基本上跟我们 至少跟我啦 应该差不多 就这个世代的人都还活着 对 当年20岁的 现在了不起28岁 当年30岁的 现在38岁 OK好了 可能过了一个 层级 可是 现在 现在的社会氛围 是冷漠的居多 你懂吗 就八年前那些热血的人 为什么八年后变冷漠了 但是八年后跟八年 八年前跟八年后的这一批人 都还活着 都接受了同样的教育 那你能说是完全因为说 是因为台湾教育让人习惯被动接收资讯 自己很少去思考嘛 有人这样 有人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另外一块呢 就他原本是有 有主动去搜索资讯跟行动的能力的 为什么八年后的今天 他不做了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 不是教育能够解释的 那甚至是更早 我的上一代 很多人都说 早年那种台湾的教育 就是填鸭式教育 就是死被 对 我其实我也没有很认同 为什么呢 因为 第一个 在二三十年前 台湾社会 对可能那个时候的教材 可能比较古板一点 可能那个时候比较强调背诵 可是我说真的 我们出社会工作几年 我们发现有一些 common sense basic knowledge 很基本的东西 你就是得背啊 你得背 你肚子里面没有墨水 你手上拿笔你也写不出来啊 我不是要你死背 背诵不是死背 但是你要记住某一些关键的线索 比如像我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背东西的人 但是我脑中装的东西很多 我一些很多事情 我可能记得不是非常的透彻 可是我知道那些关键字 当我需要用的时候 我一翻书 一查网络 我马上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就可以把整个脉络串起来 可是如果说 我不是一开始 我脑中就先装了一点东西 我装了那个解码的key 我没有办法去找到对的资讯 找到完整的资讯 然后整个贯穿起来 如果我脑中没有装东西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该背的东西还是要背啊 而且你看三四十年前 你会说 现在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早年 他们那一代人怎么样怎么样 哇好好拼啊 好厉害啊 什么之类的 你会发现这两种论述有点矛盾 早年那一些人 好像都是受你所谓的 科版填鸭式的教育 可是他们在出社会之后 他们事业上很有成 有些人在学术界 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好 对啊 所以不管在学术界还是产业界 这些人表现还是很好啊 在那一个填鸭教育的年代 优秀人还是优秀 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 所谓什么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上个世代的年 上个世代年轻人 现在已经变中年人了 就是因为怎么样 没有 我觉得每一个世代的教育 都差不多 我坦白说 我不觉得现在教育有比当年差 但我也不觉得 当年的教育有比现在差 我觉得都差不多 我讲的不是内容 课纲跟那个内容 那些具体的条文 那当然是每一次的修订 都是有差别的 但是教育的本质没有差 教育的本质没有差 而且你在考虑到 就是教师的素质 你就算编再好的课纲 再好的教材 一个老师不会教 他还是有办法 把它教成死被印记 可是同样的教材 也是有很优秀的老师 可以把它教成说 让学生不但记得该记得东西 而且在思考方式上 也可以变得更灵活 同样一份教材 OK 所以大概这样吧 所以2022选战 我是觉得啦 对蓝绿白 蓝绿白 包括民进党 也都没有那么好打 各自有各自的压力 那我们下一次 我们可以再更深入来 谱析一下 2022年的选战 会蛮有趣啦 虽然说我自己 我自己是只看 桃园跟云林 做决战的关键啦 但是其实其他县市 还是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还好好的聊一聊 OK 好 那就是今天的下班不演啦 那我们就周四的时候 周四午休不演的再聊吧 拜拜 拜拜